接下来看一部电影预告片的发布 老热闹了 因为沟通的问题 后来我也发现 这个是我自身的一个责任 没有沟通好 在上次全民目击的宣传活动中 除了制片人肖凯炮轰 于南一事备受关注外 郭富城近年显有佳作 也被媒体连连逼问 而此次未能现身 更是引发了不少媒体的好奇 索性孙宏雷见招拆招帮他化解 郭富城没有来的原因 他不是没有时间 不是不想面对大家 他是觉得不能面对我 他觉得我比他帅 比他长得好看 然后这个比他有魅力 然后他觉得正邪不能两立 所以今天就没来 全民目击的故事 由一个叛逆女孩 在青春期做的荒唐式而引发 现场除了发布首款预告片外 几位主创还回忆了 各自的青春叛逆往事 孙宏雷则大报 自己小学四年级就早恋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现在还记得那女孩 她是一个电影院的收票 啊 你四年级 她家就在对面 然后她拉了我一下手 她主动她追着我 哎呀 又不是我追着她 她追我 然后那时候拉了一下 说我害怕 所以当时有传闻说 很容易怀孕 据悉 电影《全民目击》 将于9月17号中秋档上映 北京台报道 谢谢 做梦 江明 Question 谢谢大家